欢迎收看Pitball Webcast 今年Pitball的第二场踹拍活动选择的地点在台北市的北投区 大家知道北投是台北市里面非常具有特色文化气息也特别浓厚的一个地方 而在这个地方呢有许许多多的历史故事 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关于新北投车站要回家的故事 今年Pitball的踹拍活动 特别选在新北投带大家一起来了解新北投的风华在线 北投在以前凯拉格兰旅叫做巴道 那巴道它的意思就是巫师或是女巫居住的地方做法的地方 因为我们地勒谷它的源头在这里水源的源头 然后整个北投西的流域非常大 然后地勒谷的出水温度是将近100度的 而且是强酸又有很重的硫磺味道 所以在凯达格兰就是原住民他们会觉得说 这个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 它充满了很多的神奇的东西 所以他们不过来这里 中年冒着硫磺的烟雾 北投过去是凯达格兰族的神秘境地 但却也因为这独特的温泉资源 让北投发展成为繁荣的温泉乡 日志时期因为北投温泉之家具有观光与商业价值 于是在北投西畔开辟台湾第一家温泉旅社天狗安 开启了北投的繁华 小巷子中邻里的温泉旅社与餐厅 让北投应运而生了 急车快递这样的特别业务 过去接送客人 现在只是北投居民生活的好帮手 我要去买菜 我没有办法买菜 我可以打电话给卖菜的地方 跟他讲我要做什么菜 然后司机可以去帮我拿 北投的发展和温泉息息相关 秀丽的景致也吸引许多观光客慕名前来 而在一出新北投捷运站前 有一块大大的告示牌 卸着新北投车站风华重现 在地人希望可以把24年前 因为捷运施工 而被市政府以象征性的一块钱 卖到彰化民俗村的老火车站 重新建回来 新北投车站原本它的位置 是在这棵大龙树的前面 这个龙树是车站的地方 那因为如果回来放在这里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地点是非常 就是比较危险 而且很窄 如果真的有很多人要去看的时候 会有些危险 所以现在他们后面看到 你刚才可以跟我们过去 那边 各位可以过来 将来火车站要放的位置 回来的新北投火车站的位置 就是放在那棵大龙树的右侧 那个地方 那因为那个地方的腹地呢 会比较大 也会比较方便 那如果放在原来的地方呢 可能太靠近马路 它的安全性啊 以及人的那个那个那个 进出动线可能会比较有问题 所以放在这里是比较好的 对对对 那还有那附近有什么规划 或里面会有什么规划 这附近的规划将来可能台北市政府文化局 因为他们算是这个这个 这件事情的一个政府的主管单位 然后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呢 将来会找一些专家 在这些方面在设计规划方面 那也会尊重我们北投在地居民的意见 为了新北投车站回家 投入许多行李的八投礼人协会 未来将以供应信托的方式 号召更多志工的参与 那这一天我们拿回来之后 我们会在原来的地方原子让它重建 希望曝光公平参与 我们会号召大概一千人次的志工 志工来这里斑斑木头斑斑瓦片 我们的希望就是说十万个人 号召十万个人每人出一块钱 胜货一个人出十万块钱 希望透过更多人的参与 让新北投火车站可以在2016年 也就是它100岁生日的时刻 能够在北投风华重现 在许多北投人共同的努力之下 终于听到了新北投火车站 可以回家的好消息 当然接下来还需要各界的力量 大家一起投入更多志工共同的参与 而今年Peple的踹拍活动 非常幸运的刚好碰到北投 火车站要回家的这个好消息 因此公民记者他们也特别努力的 去了解新北投这个地方的文化特色 制作出了许多非常精彩 而且内容丰富的报道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踹拍的成果 虽然天气下着雨 却没有交习公民记者的热情 2013Peple踹拍台北场 在新北投的凯达格兰文化馆举办 许多公民记者冒雨前来 要一起记录北投的在地文化 有70分钟70分钟的导览 那因为70分钟都会带你们走整个北 然后所以就能走北投公民这一带 参与的公民记者朋友带着摄影器材出发 透过导览人员的解说 认识北投的特色文化 即使雨水画啦啦底下 大伙拿着扇或穿雨衣照样拍得很认真 我第一次参加这个踹拍的工作 能够来跟大家看到这么多都是公民记者 我真的增加我很多的知识 认识一些同好朋友 然后秩序相投的人 你要看到他你就会笑 因为就好像都是虽然没有见过 就像您认识很久的人一样 当然也有认识的伙伴啦 以前我们去拍纪录片的 基本上我还是希望说 用快乐的心情记录个当下 要新记录北投的文化 难得有70多位公民记者 同时参与一个活动 但是人多时间感 加上下雨的影响 难免状况百出 大家也特别分享拍摄的心得 你要转握一个主题的话 真的是很难转握 尤其是我常常找不到说 他在讲的时候找不到 本来那个麦克风在后面 我那个位那个错位的感觉 我一直在听来变成我找地方 就都找不到 当你去拍摄 有导览的行程的时候 可以事先跟导览老师 稍微沟通一下 公民记者憲哥 更是秀出自创的拍摄法报 大方分享 一去拍摄 这样300就回来了 你看 这种发明是全国唯一独家 赶紧给你两分钟 跟大家分享一下 感生鼓励一下 谢谢 我这个一脚架都是会物利用 我不太鼓励说买新的来拆掉 像这种一脚架 它是这种脚架很容易坏 那你只要有一只脚坏了 另外那两只脚其实都可以用 那我就把它拆解下来 做这种一脚架 然后收起来其实很小 携带很方便 你看这个 说起来才这样子而已 北投踹拍形成精彩丰富 让参与的公民记者收获满满 大力协助举办活动的 公民记者谢明海 也用自身的经验 鼓励大家多关心社区 我在北投奉献了17年18年 其实我不是北投人 我怎么告诉你 要爱护你的相传 不要说我是台人人 我是民党人 我是乘海人 我是三年人 只要你帮我台湾 你就是台湾人 目前成台湾唯一的立建筑的图书馆 那去年2012年整个在纽约 有一个调查 全世界的公立图书馆 全世界有25家 那我们北投这个力图 是其中之一 Peple公民记者拆拍活动 台北厂特别悬载 具有丰富历史与原住民文化的 北投文物馆举行 公民记者大姐LOTUS 深刻感受北投区的原住民 与在地丰富文化 沿着历史的轨迹走 作为主题 来探讨我们北投的过去 现在当然未来我们不可知 拆拍活动是鼓励公民记者相互认识 并累积采访经验 与期盼每位公民记者 能够提起摄影机 关心社区 以报道发挥影响力 所以它的特色就是温泉 待会我们去地丰富 你会去看到说 其实它在源头的时候 就有山上的山泉水下来 那山上的山泉水 我们上面还没有做 他们就是 就是会有一些 污水排放的话 就是家庭污用水 加上我们个旅馆的温泉用水 待会我们会看到 也是排放到这个北投西 因为当初在做污水的回收的时候 他们在这个污水处理的时候 温泉水它没有办法收 因为这个是强酸 它如果要让它酸碱中 它要花很多的成本去做 因为我们污水在回收利用 可是你一定要把它酸碱中够好 它成本会太高 所以各个旅馆 各个家庭 我们这边用的水 都还是排到这北投西里面来 它的名字叫北投图书馆 正是一点叫台北市立图书馆 北投分馆 运用大量的透空玻璃窗 让刚起床的太阳射入 此外屋顶也用了太阳冷板 收集能源 活动是可任意调节开关的木制窗户 也是它的特色 让空气自己流动 使气场自行运转 屋顶的绿色大草坪 更隔绝了夏日的延塞 保守的估计 平均可使室内温差 降低摄氏适度以上 无怪小伙子如此健硕 年年获奖 绿建筑的美名 也非他莫属啊 Faple公民新闻所举办 踹拍活动 第八场来到北投 参观过台湾首作 绿建筑图书馆 它是名副起始 钻石级的绿建筑指标 绿化五顶级斜坡草皮的设计 可含养水分 自然排水到雨水回收槽 达到绿化 以减少水资源之浪费 希望透过今天的报导 我居住的城市 以及其他县市的相关单位 以北投绿建筑图书馆为指标 努力耕耘绿建筑之建设 来呵护自己生长的所在 北投很适合漫活 所以今天欢迎大家细细的评论 我想公民记者跟其他的不同的是 我们用我们的眼睛 用我们的身体 用我们所有文化的背景 来感受这个社会 很高兴 我们公民记者有这么一个 出台的机会 我们能够从全省各地聚集在这个地方 互相来学习 那今天的活动办得非常地努力 其实以前我们小孩都打酒 今天都做 啊对 那酒楼都做一个秘书 还是做别种用 新北投的老车站要回娘家了 1988年台北市政府 为了新建淡水线捷运系统 将老车站卖给彰化县台湾民属村 而民间八头里人协会 在2007年7月 与台北市政府文化局 永丰银行 共同胜利台北古基工艺信托基金 北投古基专案 希望以十万人的一元 胜过一人的十万元 号召众人共同参与 新北投车站风华主线运动 七八十度大概就熟了 大概出来以后呢 它噴头出来以后 大概平均的温度大概六七十度 所以你看冬天啊 它有温差以后 就会觉得烟雾很大 但如果夏天相反的 你看不到这个烟雾 因为同样的热量 温差小的时候 它就不会感觉到 有这样的烟雾瓶难 八楼里人协会跟国画馆 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举办 那我们这边是理事长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 那我们今天最主要带大家来 就是来关心我们北投的相关的发展 我觉得今年 北投的这个主题很好 认识文化 然后爱护爱惜土地 我在北投奉献了十七年 十八年 其实我不是北投人 我是尴尬的 那我也是八楼里人协会 这个首任的 北投社杂志的 创设的总监级 我在创刊号上面 就写了一篇东西 叫做这里 这里就是我的家 北投场的创拍 总共有七十多位的公民记者参与 我们也看到了 他们拍摄出许多内容 非常精彩的报道 大家透过一起拿着 照相机、DV、摄影机 共同一起出来拍 彼此分享、交流、学习 现场的气氛相当的热烈 而接下来我们也会陆续 在台湾各地举办拆拍活动 欢迎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上网报名参加 跟我们一起记录 台湾在地感动的故事 PAPA Webcast 我们下次见